Hello everyone,Welcome to Vivian's Class 同学们大家好,欢迎回到Vivian的课堂 那么今天要和Vivian继续开始的是我们的主题写作 首先Vivian有个问题想问一下大家 在上堂课我们解决和突破的是哪一类型的主题写作的呢 有些同学是不是能够立马反应说 是我们的什么人物类 所以Vivian问一下大家 大家有没有好好的去练习啊 如果你的回答是yes的话 Vivian非常开心 今天Vivian非常开心的和大家来开启我们一个新的写作主题 叫做我们的时间类 那么首先看一下这个时间类 我们有很多很多的对不对 那么今天Vivian从一个小的方面 作为一个切入点 然后再来说一下时间类的主题写作该如何选 那么今天我们以My Day我的一天来作为一个切入点了 那么今天我们要看一下 好问一下大家解题思路 大家还记得有什么吗 或者说有哪几步 有没有同学立马反应说 第一步叫什么 步骤一 审题审什么 审人称 时态 以及内容 或者主题 非常好 第二步叫什么 叫构思 构思要干嘛呢 要写提纲 确定写作思路 第三步叫做写作 也就是确定你要使用单词句型来补充一下提纲 正式开始写作 第四步 写完要干嘛 要检查 所以这四步 希望大家每一步都不能够审 深深的印到你的脑海当中去指导你的写作 好 那么今天我们看一下这一天 可能是在我们考试当中经常会遇到的这样的题材的写作 首先我们看一下 有很多人可能就会被这一张表格所吓套了 天哪 这什么呀 很多时间啊 是不是很难写啊 大家不要慌 碰到这样的时间类的写作 其实是比较好写的 只不过呢 我们这个思路一定要慢慢开始抓清楚 那么别急 VV在后面的课会跟大家去讲到的 好 首先我们看到第一步要干嘛 首先第一步呢 我们叫做审题 好 看一下审什么呢 刚才我从我们这个 诶 题目的主干当中 看一下好 我们读下文章 叫做以My Day为题 根据下面的时间计划表 描写谁的一天 你的一天的计划 所以要求什么 一丝连贯与其通顺 书写规范 次数在50字左右 那么看一下 这里呢 非常清晰的给到你的一个时间表 对不对 从早到晚 以及包括你要干的事情是什么 非常好了解 好 所以我们来总结一下 不注意 审题过程当中 我们所要抓住到的 第一个人称来确定一下 人称是什么人称呢 是不是第一人称 因为为什么 是以My Day 我的一天为主题的 好 实态呢 用到什么实态 是不是根据表格来描写的时候 是不是也是个陈述客观事实的 对不对 所以呢 我们也要用到什么 一般现在实态 好了 那么主题是干嘛的 就是时间计划的这样的主题 所以时间计划主题 其实非常非常好写 因为为什么 是因为它的逻辑关系非常强 什么的逻辑关系呢 就是你的时间 先后顺序 就可以了 你不用说打乱 或者说考虑该写什么 后写什么 因为它非常明确的 给到你的一个list 给到你一个列表 那么我们就按照 它上面所给的时间 先后顺序 一一的写清楚 就可以了 那我们看一下 第二步呢 叫做构思 那么构思构什么呢 首先逻辑顺序呢 我们已经就知道 叫做时间顺序 你从那个表格的第一框 写到最后一框 也就对了 那么第二个呢 来明确一下 我们的重点句型是什么 首先看一下 重点句型呢 我们可以根据 后面加上一个动词原型 加其他加时间 所以这里呢 一定需要是什么 一般现在时态 对不对 好了 还有就是大家注意 我们刚才所说的 是时间计划题 那么你的借词 就要特别注意了 难免会后面 要跟到一个时刻 对不对 所以只要是 但凡时刻前面 借词还记得 我们要用到哪一个吗 对了 也就是我们的ATX 用到这个ATX 你前面不能够乱用 乱用 细节就要扣分了 所以这是构思 构思非常清楚 我们就时间顺序 它的时间都给到你了 时间也给到你了 非常清晰 好了 第三步 也就是写作 那么写作 我们根据构思 一个条框 一个条框来看 首先 说了写作的时候呢 我们一定要清楚的知道 它的词组 或者句型该用什么 好 我们来一一来看一下 首先第一个框 时间呢 是几点 是早上六点钟 干嘛呢 起床刷牙和洗脸 那你看一下 起床 我们首先过一下单词观 起床叫做get up 叫起床 那么刷牙呢 叫什么呢 叫做brush once teeth OK 大家一定要记住 T E E T H 这是一个牙齿的负数 有很多人就说 老师 那我可不可以用T O O T H 也就是单数型 是不行的 亲爱的 你这个刷牙 我们都知道是刷的什么呀 是刷的所有的牙齿 并不是刷一颗牙齿 对不对 没有谁会刷一颗牙齿的 所以经常要记住 brush once teeth OK 一定要记住 是用的附属形式 表示刷牙 那么洗脸呢 我们都知道了 叫做wash once face 就可以了 好了 那我们都知道 这个单词词组观 我们过了之后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六点钟起床 刷牙 洗脸该如何表达呢 是不是就说 直接说 I get up at six o'clock 对不对 直接抄一下时间就可以了 我在六点钟起床 然后用到了一个什么 一个顺程词 叫做then 然后的意思 T H E N then I wash my face and brush my teeth 然后我就开始洗脸了 刷牙了 这个呢 非常清晰 就把这个第一个表格 给完成了 好了 完成之后 我们再看一下 第二个表格 首先到了七点钟 干嘛呢 早餐和上学 早餐干嘛 是不是要吃早餐 对不对 那我们都知道 吃早餐 我们用到这个单词 叫做have OK have breakfast OK 大家记住了 我们说吃早餐 千万不能用到eat eat是一个非常不大 地道的表达方式 所以一定要用到 这个have breakfast 吃早餐 那么看到上学呢 我们都知道叫做 go to school 对不对 好了 那你们来看一下 这句话该如何去写呢 是不是可以说 I have breakfast at seven o'clock after that 我们的这个after that 相当于什么 相当于then的意思就是说 然后 I go to school 我去学校了 所以好 大家记住这样的顺程词 也要积累一下 after that 相当于then 好 这个呢 非常简单 大家记住 它的介词 一定要用到at OK 非常好 那么看一下我们第三个表格 第三个表格 表示开始上课 一天七节课 那在几点呢 时间是八点 那这个我们就看一下 可以这样表示 一天有七节课 有 还记得吗 我们叫做AI 用的这个动词叫做half 我有 seven classes everyday 大家记住了 在你在写作过程当中 名词单 复数形式 一定要特别记住了 那么这个class 碰到这个seven 它是一定要变成复数形式的 那么后面加上 es classes everyday 好了 那看一下 那上课的时间是几点呢 是八点 这里呢 我们稍微运用了一下 一个主语的题换号 叫做classes begin at eight o'clock OK 就是什么 begin我们都知道 要是开始 课程开始在几点呢 在八点开始了 也就是说八点开始上课了 是不是非常非常的清晰 明了了呢 对不对 好了 那么八点上课完之后 干嘛呢 我们看一下 四点半干嘛 开始放学了 对不对 那放学我们都知道 可以用到一个什么 叫做school is over at 用了这个over school is over OK over at 什么 half past four OK 四点半开始 放学了 那么放学大家记住一下 我们可以用到 school is over over表示结束的意思 就是学校的课呢 结束在四点半 就可以了 非常好 好了 看到我们看一下 放学后跟朋友干嘛呢 和朋友打网球 已经六点钟的时候呢 叫吃晚饭了 首先在这里呢 我们要看到 打网球 怎么样说 吃晚餐 又该怎么样说呢 好 我们反应说 我们说放学 after school 好 叫做after school 那么打网球呢 叫做play 这个单词 好 我们来变成 tennis OK 打网球 那么这个球类运动 前面 是不用the的 有些同学 不要花色添足 添一个the 好 吃晚餐 叫做have dinner 对不对 have dinner 所以最近我们可以说 after school 在放学之后 I often play tennis with my friends play tennis with somebody 和某人玩什么 和朋友 friends 对不对 I have dinner at seven o'clock 我吃晚餐在几点 在我们的这样的时刻当中 那么看一下 步骤三呢 也就是我们的写作题 步骤三写作 我们还要几个框框的 叫做第一个 晚上后呢 干嘛呢 写作业 然后看电视 十点呢 就上船睡觉了 那么做作业 我们都知道 就do one's homework 对不对 还有就是看电视 叫做watch TV 对不对 那么睡觉呢 叫做go to bed 对不对 好了 那看一下 then I do my homework and watch TV I go to bed and ten o'clock 就可以了 所以整体上来讲 好 你可以用到最后一句话 来总结一下 叫做this is my day 这就是我的一天了 好 非常的简单 好了 也就是这个呢 就是我们整体当中的一个文章 第四步 你就要去检查一下了 检查它的实态 检查它的动词的单算数形式 以及检查名词单复数形式 OK 非常好 那么做这样的 好 我们看一下 描写出我的一天 那么我们的时间事件都会给到你 你只要按照时间顺序 一一的把它写清楚就可以了 那可能有很多同学就是问了 那Vivian 我自己的一天 我知道描写了 但是如果让我描写别人的一天 怎么写呀 同样的 我们的主语呢 就由第一人称 变成了第三人称 然后dex有my 变成了his or her 以及动词由原型 变成了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就可以了 所以 整个的一个思路是一样的 希望大家能够好好地去 复习一下就OK了 好了 那么今天这样的一个主题写作是什么 是我们的时间类 时间类的写作该如何去写呢 根据时间关系 时态确定为一般现在时 人称根据我们的题目当中的 给到的到底是第一人称 还是第三人称呢 OK 好 那么如果对以上的 你了解清楚了之后 那么在课后一定要好好地 多拿几篇这样的文章 好好地练习一下了 All right OK See you next time 谢谢 you next tim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